徐家傑 你好 徐先生 你好 徐先生 或者我們說回今次的ICCC的做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到 岑宇蘭也聽到一些記協方面的擔心 記協也知道這個做法是極不尋常的 還有是不是會有一個趨勢 就是剛才岑宇蘭所說的 指風不可掌 他說計一單又一單 好像搜查的權力越擴越大 其實你的看法是怎樣 首先我一定要先聲明 我的立場是絕對中立的 因為我做過ICCC 亦做過傳媒工作者 我在大報章寫專欄寫的 寫了五、六年 我經常時事評論 收到訊息 我能夠表達 我都表達給大眾聽 我覺得這個自由很重要 新聞自由是很重要 但同一時間 執法也有執法的角度 執法需要資料才能做到事的時候 當然這個不可以用一個坦克車的grinding 去掐進去 好像以前的先科 是坐得很重要的 即是七盞報官一首那些 我已經在報紙罵 罵得很厲害 但這次我看到已經很大的抑制 即是他們用一些比較溫和 和很文明的手段去報界商協 這是一個進步 但如果延署做不到事 市民都會罵 變成他們在一個交叉路 他能夠做法院 拿法庭的認同 取消息 關鍵問題就是要拿這些資料 是否必定需要 問題法庭有一個很明確的指引 就是best evidence rule 就是最好的證據 用來呈堂 當然你說其實這件事 已經某軍在電台做 已經訪問了 爆出來了 說了很多東西 那些理論上當然可以提證 可以作為整空的部分 需要找到原材料呢 這就是一個爭議點 原材料會限制到 新聞自由 投訴人 或者資料提供人的信心 或者他的安全 如此類的 我們要看的就是 第一 到底這個原材料 和這個出了街的 即是上了桌面的那些 有沒有中間有沒有差距在那裡 如果是100%的 無謂浪費時間 根本沒有需要的 那無謂小提大 做到一個矛盾的形勢出來 這個矛盾是不必要的 因為大家都想surf香港 都是為香港好的 一塊是為香港好 傳媒也是為香港好的 那這個矛盾也是先天性的 那最後可能是要法院解決的了 但是理性之中呢 我們大家要決定了 有沒有需要打這場仗 有沒有需要這個對抗 根本都不存在的那些問題